823纪念日成为蓝绿白另类选举战场 郭侯纷纷抛出金门政策和和平宣言 IP根本是抢着卖台舔供 政坛人士更直言 国民党胜选根本不会有和平 市场精传假羊肉流窜 知情人士更踢爆 猪肉伪装羊肉早就是业内公开秘密 年价碎肉靠着羊肉精就能以假乱真 如果辨识真假带您掌握关键 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今晚自由报新闻 欢迎收看自由报新闻 您好我是陈怡君 每周一到周五锁定自由追星人频道 带您关心当天焦点话题 首先来看到最近陆续有总统大选民调曝光 而今天这份由零传媒公布的民调 显示在撒卡都的情况下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的支持度 同样是站稳了四成 而民众党的柯文哲则是25.8% 国民党参选人侯友仪是敬培莫座 只有22.79% 而进一步来解读可以发现 这是赖清德在零传媒的民调支持度 首次写下新的天花板 而侯友仪的支持度也止跌回稳 出现了缓慢上升的趋势 相较之下 柯文哲的支持度从6月以来就连续的下跌 并且在支持者的年纪分布上面 也是各年龄层都下滑 其中又以20到29岁选民的支持度降幅最大 如果在进一步分析 郭董参战的局面 受伤最重的同样会是柯文哲 而对于最新的民调数字曝光 民进党团间是回应 这反映了年轻族群跟妇女族群的支持度有拉起来 并且强调赖清德还会继续来推出国家希望工程等政策 而面对柯文哲的支持度暴跌 他的前幕僚吴静怡就直言 讨厌民众党的比例正在不断的提升 如果他不接受郭柯和 只会让民众党的路越走越窄 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则是持相反的意见 他认为柯文哲绝对不会就此罢休 提醒民进党还是要当心 最大的对手仍然是柯文哲 此外今天在各地举行的823纪念活动 也成为蓝绿白选战的新战场 尤其是郭侯两人在金门的行程 更成为正面过招拼场的重头戏 而郭台铭继昨天刨出金门和平倡议之后 今天又在金门议会演说 发表一系列的和平谈话 没有想到被激进党员当场怒呛根本是卖台 带您看到这段稍早画面 他曾经说过商人无祖国 只有市场才是他的祖国 那他今天要的是什么市场 他今天要的就是他在中国的事业可以保存下来 所以他配合了中国进行统战 好可以看到郭台铭今天是向北京喊话 要中方在九二共事跟一中各表的前提之下 承认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还预告不久之后就要宣布到底要不要参选 让外界更加关注郭董之后的动向 而今天郭台铭在金门的行程 同样是由国民党籍议长红云点全程陪同 红云点还疑似说出了真心话 松口说祝福郭董能够当选 还谈言自己不在乎党籍的处分 因为国民党已经四分五裂了 这番话就让外界猜测 蓝铭有没有可能再先分裂的退党潮 而针对郭侯两人纷纷在八二三前夕 提出金门政策 台湾激进高雄市党部执行长杨佩华就痛批 郭台铭的金门宣言根本就是出卖台湾主权 反问他敢不敢到习近平的面前讲 更要郭台铭干脆游到对岸去 台湾激进的创党主席陈奕奇也算说 郭侯两人根本是藉由金门政策向中共表达忠诚 看不出来到底为什么要参选 前国大代表黄鹏孝也在脸书抛出四大疑问 他直言国民党胜选也未必能够换来和平 因为中共的文攻武嚇 也不光是针对台独分子 他也强调两岸的和平 并不是靠这一类倡议宣言就能够换来 最后看到虽然这一次郭台铭的金门行 还是没有松口到底要不要参选 但是各界多半认为 郭董宣布独立参选已经是早晚的事情了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建议就曝光了这份 台湾阿民联署书 他要透过里长和地方人士来广设联署站 政治评论员徐青黄也透露 听说郭董早就已经在寻找竞选总部的地点了 而且连传真机这些物品都准备好了 资深媒体人黄阳明也爆料 郭振英已经定做了250面的大型看板 宣布独立参选是箭在弦上 种种的迹象都显示他是有备而来的 资深媒体人黄创夏则是分析 现在的情况显示 国民党非绿大联盟的构想彻底失败了 因为非绿族群间完全没有办法相容 他跟炮轰国民党只会喊讨厌民进党 但是没有勇气去面对数量更庞大的不屑国民党 好 肉色话题来看到 北部市场金船有假羊肉流窜 而这些肉片竟然是由猪肉伪装而成的 让消费者痛批 业者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猪肉 这项消息是来自周刊间爆料 大台北果菜市场里面的一间海鲜摊贩 贩售的羊肉价格竟然比市售的价格便宜不少 没有想到送宴之后 发现肉片里面根本就不含羊肉成分 而是由猪肉鱼木混猪制成的 而这一批肉品恐怕早就已经流入热炒店跟火锅店 被许多不知情的消费者给吃下肚了 而面对假羊肉的争议 现在更出现摊伤和上游的肉伤互踢皮球的局面 不但如此 还有知情人士私下透露 市面上的假羊肉多半都是用美猪制成的 而且这样的行为在业内早就已经不是秘密了 消息曝光之后 食药署今天也前往摊放来抽查抽验 后续如果真的有假冒的情况 最高可以开罚400万元 消息会也公布数字 表示今年进口的美猪有8322吨 但是在市场食品的抽样当中却完全没有发现美猪的踪影 提醒可能有业者透过不效的手法来替美猪洗国籍 那么针对这样的乱象消费者到底要如何辨识真假呢 其实第一步从价格上面就可以发现羊肉的成本 是比猪肉贵一半以上的 另外像是肉片的色泽气味以及吃起来的口感跟完整度 都可以当成简易的判断标准 而面对市场再爆出实案乱象 网友认为羊毛是出在羊身上 像是价格异常便宜的餐点 或是连锁火锅店的平价肉片 用到重组肉的几率就会很高 还有人从化学添加物的角度来分析 表示其实只要加入一点点的羊肉精 就可以让假肉片以假乱真 喊话政府不应该只有开罚 更应该严格管制这一类的乱象 好天气动态来看到 最快这个周末可能又有新台即将生存了 画面中可以看到台湾东方的海面线 要有两个热带性低压的产生 分别是画面左方的TD10 以及画面右上方的TD11 而根据中央气象局最新的预测 比较靠近台湾的这个TD10 目前结构是松散的 要形成台风还需要一点时间 而可能增强为台风的时间点 最快是在本周末到下周这一段时间 而在路径的方面 因为缺乏高压的引导 路径的变动性是相当的高 而针对这个准台风苏拉的动向 气象粉砖也纷纷提出了预测 台湾台风论坛就提醒 西太平洋将进入新的台风活跃期 尤其是位于台湾东南方的热带低压 后续一旦发展靠近台湾 准备的时间就会相当短 脸书观气象看天气则是指出 准苏拉的移动路径相当的诡诀 是呈现一个先上再下的倒V路径 而未来的三到四天将会是影响 台风走向以及强度的关键 最后气象专家贾欣欣也提醒 这一次的热带低压增强成为台风的几率超过五成 在25号到28号要特别注意发展的趋势 同时他也提醒由于准苏拉距离台湾真的很近 一旦形成台风很可能会发布海上警报 提醒民众要提前放在应变 国际焦点来看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现在是神隐了吗 习近平是在本周一高调抵达南非 并且在周二会见了南非总统拉玛夫萨 而他原定这一天也将出席金砖峰会的工商谈话 但是却罕见的没有现身 而是由商务部长王文涛代表发言 习近平也透过王文涛暗批美国总统拜登 将世界分成了民主与威权两个阵营 而这一回习近平缺席金砖峰会 也被外界质疑不太寻常 华盛顿智库研究员贺博然就直言 这样的现象非常奇怪 因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云的社群贴文上面显示 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面发表了谈话 但是实际上习近平却是缺席会议的 而进一步看到这一张从会场后方往前拍的照片 更是可以发现完全没有习近平的生意 华府专家格莱伊也说习近平的缺席可能有不对劲的地方 也有人讽刺习近平可能正跟消失的前外交官秦刚 进行一场男生之旅 美国学者孔高峰则说 不对外解释已经是中国的常态了 这些种种的评论都显示 习近平莫名缺席国际重要的场合 而且是行踪沉迷 确实是让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充满了问号 现在也有网友开玩笑说 习近平去哪里已经成为新的讨论话题 好新闻最后来关心中国天津22号发生大火 事发地点就位于天津的新天地大厦 网络上面也不断有新的现场影片曝光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短短几分钟内 火势就迅速的蔓延开来 浓烟更是将整栋商业大楼给包围住 猛烈的火势是从底部直冲天际 现场的民众是惊恐的逃生 不时还有物体从高处坠落 而目前火势虽然是得到控制了 但是中国官方并没有透露具体的伤亡状况 整起事件的起火原因也还有待调查理清 而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 有附近的募集民众表示当时正在睡午觉 突然就听到了一声巨响 而他到窗边查看才发现附近的大楼烧起来了 也有人说当时家人传来了大楼冒出黑烟的影片 而五分钟之后就看到整栋大楼都烧透了 而这一起天津大火也引起中国网友的关注 还有网友爆料说其实天津市区总共有三处地点失火 连事发大楼附近的寺庙也传出了火警 至于火势为何会急速升高 有香港的消防专家就分析是因为北方的天气寒冷 很多大楼会在外墙加隔温层 就像是盖上棉被一样 遇到了火警就很容易燃烧 不过从影片观察火势应该只在外墙延烧 只要没有烧到大楼的内部问题其实不大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自由报新闻 如果您对今天的议题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们分享 也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锁定更多焦点话题 我们下次再会